一筆財 盡在運通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標股偷看車 我是華民宗 但也輕鬆 賺到錢 今天台股劇烈震盪 中場還是漲 小漲2點 我們的看法沒有改變 你應該利用大漲 把握那個機會 去做避險的動作 還是再強調一遍 只要趨勢沒有改變 不管它漲幾點都一樣 我在強調一遍 我們在看行情 不是看一天兩天 如果你只是看今天的漲跌 當然會有很多股票在動 我舉例 不用 我們直接看這種股票就好了 請問它有沒有反彈 它有沒有漲 可是我想問各位 整個趨勢有沒有改變 漲這麼多喔 有沒有 趨勢仍然沒有改變 今天大跌100多塊 115塊了 包含3658的韓維科 今天也是大跌喔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想問各位 這裡有沒有反彈 你會不會以為它是底部成型的 你會不會以為它是多頭格局 這裡也反彈啊 你看它從2000多塊跌到700多塊 一路崩盤 到最近這裡出現兩根漲停板 請問你要說跌這麼慘的股票 難道不可以反彈嗎 那兩天漲了兩根漲停板又怎麼樣 如果你以為這是多 然後去搶 不好意思喔 它殺到又創新低了喔 同樣的道理這裡又拉了兩根漲停板 我想問各位 難道它不能反彈嗎 跌這麼慘不能反彈嗎 同樣的道理啊 台股跌升也是會反彈啊 我們都知道啦 在過年之前政府很努力在互盤 可是台股一路在崩盤 那選後政府還是在互盤 那國家隊的努力 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因為國家隊的努力 才有這麼好的行情 那所以我們也是心存感激啊 我們心存感恩啊 藉此我們利用這個機會 趁勢大舉步空 因為前面的崩盤 有很多空投的股票啊 跌得很慘 我們陸續回補掉之後 我們現在要利用的就是這個反彈 來大舉步空 那我覺得這兩天是最好的機會 我要再強調一遍喔 我絕對不是今天才開始在做空 來 這是2月2號 在過年前 台股大跌 封關 台股暴跌 開紅盤 台股再暴跌 請問你要說會不會反彈 他當然會反彈啊 所以說昨天一口氣漲了145點 請問我有沒有改變看法 我沒有改變半卡 那不是因為這樣子 我就是死空投 我再強調一遍喔 我不是死空投 只是操作很靈活 我很尊重趨勢 我們在意的是國際 我們在意的是國際行情 如果沒有多投行情 沒有大環境 來配合 我想問各位啊 指數的漲 你應該 感到很開心嗎 不應該感到開心啦 你要利用每一次的反彈逃命 來 拉台金融股 讓指數墊高 只是好看而已啊 對不對 有什麼好看呢 有什麼好看而已啊 你如果把台積電跟金融股拿掉 你說你看到什麼 剩在零頭而已喔 那個100點可能就不見喔 所以說我們利用這個大長來設計布空單 設計放空喔 跟今天道理一樣啦 今天已經拉不上去了 還是要布空啦 那國家隊的努力我們都看到了 我們很感恩 利用這個機會我們再放空一次 好 來 你去想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喔 昨天漲145點 可是你會發現 獲利最棒的神准 殺到跌停板 我說今天台股沒有跌喔 台股沒落喔 可是我想問各位啊 股後捍衛科今天大跌 股王大力光今天重挫100多塊 那什麼道理 同樣的道理啊 今天漲這兩港股票 股王股後都在殺 那昨天大漲140幾點 應該好的股票 基本面最好的股票不應該跌嘛 對不對 請問這是不是基本面最高的股票 獲利最棒的股票 那為什麼獲利最棒的股票 在台股大漲145點 殺跌停 你去想這個道理就好了 那業績破表的股票 為什麼會殺跌停板 你說神准殺跌停板 它獲利太好 殺跌停板 那油田不應該跌停板 它的業績爆炸性成長 翻了好幾倍 結果一樣跌停板 所以說你要想 為什麼台股大漲 偏偏在台股大漲的時候 這兩檔股票會跌停板 這是最重要的 一個是獲利最好的公司 一個是業績破表的公司 可是兩檔股票全部跌停板 那一定有道理 而且一定要在指數 大漲的時候 你會發現指數漲是金融股在漲 是台積電在漲 所以說對各位來講 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說為什麼會反彈 很簡單 因為我們知道最近這兩三個禮拜 歐盟也好 日本央行也好 都來擴大寬鬆政策 那我已經講過了 這是年前年後的大紅包 它實質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它是短多但長空格局沒有改變 所以說我一直告訴各位 這像經濟自殺 賣家好說頭髮掉了 這是經濟的自殺式攻擊 那你既然知道 為什麼台股漲145點 你要突然翻多咧 既然格局沒有改變 它就算漲1000點也一樣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國際股市 這是美國股市 全世界最強的市場 道瓊指數你會開始發現 它過去是一路往上漲 它漲了10年的大多頭 可是你會發現 最近開始 趨勢已經開始往下 對不對 過去都往上 趨勢就往下了 你只看這兩條算就好了 代表中長期的曲線 從高檔出現死亡交叉 而且兩條線都往下翻了 過去這兩條線往下走 道瓊指數一路狂飆 沒有休息的狂飆 可是這兩條線突然往下走了 而且出現死亡交叉 代表它走入空投格局 道瓊走入空投 NASDAQ也走入空投格局 費城半導體跟台股聯動 最密切的 它也走空投了 對不對 很簡單嘛 頭經是向上的趨勢嘛 那現在呢 向下嘛 你不要看 這兩條線向下你看得懂 這兩條線在這裡都向上 一直到這裡向下 是不是空投 所以說 當然這就是為什麼索羅斯 要放空美股的原因 如果趨勢向下 叫做空投趨勢 各位應該懂 那如果現在不是多投 你為什麼要去做多呢 對不對 那我想問各位 請問空投會不會天天跌 不會 它中間會反彈 它中間會反彈 它中間會有反彈 那這個反彈 你不要心存僥倖 你也不要高興太早 好不好 我們看歐洲啦 除了美國四大指數都走空之外 歐盟 歐洲 我們不一個一個拿來講 什麼美國 不用一個一個拿來講 德國 法國 英國 這包含了歐盟區 歐元區的十二個國家的 五十大成分股 重量級 最大型的五十檔股票 歐盟區 十二個大國裡面 裡面的五十檔 最重要的成分股 那這幾乎每一家都比台積電還大 都是巨無霸 那這些巨無霸 它所代表的意義就非常大 就跟台積電代表台灣 它是台灣最有競爭力的公司 它占的指數非常重 意思是一樣的 那我要告訴你 占歐盟區十二大國 最重的五十大成分股 它所畫出來的趨勢是 空投格局 對不對 是向上還是向下 看得懂 這歐洲道琼五十成分股 好 美國也走空 歐洲也走空 那跟我們沒關係嗎 難道沒關係嗎 好 那這是上陣指數 大陸股市 那中國要量化 可是中國寬鬆政策有沒有效 量化無效 有效不會這樣子跌 而且談不上去 而且是很明顯的空投格局 那香港恒生族 早就崩跌超過一萬點了 那所以說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現在是空投 空投不會每天跌 會漲 可是漲 你要不要高興太早 不要啦 包含日經指數 我們亞洲國家 裡面除了大陸香港之外 日本也很具有指標意義對不對 日股也走空啊 那也是會反彈啊 可是反彈有沒有用 過年它又破底創新低啦 對不對 它今天又大跌了啦 過年的時候它又跌了三千點 請問你告訴我反彈有沒有用 反彈是沒有用的啦 你要利用這個反彈去逃命 你用這個反彈去佈空單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操作模式 所以說我要再講第二遍喔 頭部一旦成形 它就不會輕易改變 任何一個形態 它要確立它要成形啊 都要花很長的時間 所以說我要再講第二遍喔 我們看的不是一天兩天啊 我今天如果看一天兩天啊 今天跌 我就告訴你 今天要叫空頭 每天如果漲 我這樣會叫你叫多頭 好 那我想問各位 你這樣賺得到錢嗎 好 這所謂之所以它叫做空頭啊 就是它的指數未來會越來越低 不管它做多大的反彈 未來都會創新低 它漲再多 未來會跌得更多 你懂得這個道理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彈腳要放空 可是我還是要強調一遍喔 我即便跟你講空頭 我還是要告訴各位 我們不是死空頭 只是我們操作很靈活 所以說我們放空 只要有賺錢 我們都會 試機去做回補的動作 那第一次 第二次啦 應該不是第一次 這第二次啦 在選舉那時候 選舉後會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嘛 所以說我們選舉前後 我們做回補的動作 因為指數創新低嘛 指數崩盤啦 我們空的熱身暴跌 兩次放空都賺錢 獲利回補 有沒有 1月14號 這是選舉前 1月18號是選舉後 海華也順勢回補 有沒有 是不是高檔放空 大跌後我請你獲利回補 有沒有 我沒有賺最多啦 再來 然後咧 1月30號禮拜六 紅八行情 獲利補空 馬上再空 我們空的達能 殺下來 我帶你獲利回補 1月30號 達能獲利下車 有沒有 那獲利的最高境界就是 回補之後 再以空下一檔 有沒有 然後馬上再賺錢 好 馬上再大賺 續報就好 來 包含這個模式 那最容易讓各位賺到錢的就是 長線空投隔絕的股票 就是我們1月27號在那裡空的股票 把握拉高難得的機會 風高不空 全面蒐集空單 有沒有 這裡在哪裡 這裡就在這裡 我想問各位喔 指數昨天有沒有大漲 那大漲是不是最好的機會 這是1月底啦 你會不會利用這個拉高的時候去做空單 做不空的動作 在這裡 剛好在這裡 你去對時對價 全面不空 不空 當天空完就殺了半根點鈴板 有沒有 隔天殺 再隔天還在殺 繼續殺 殺到1月30號 殺了4、5天喔 還在殺 殺到2月1號 你看到每天都在跌喔 好不容易反彈 這是另外一支機會 你應該利用彈起來去放空 收盤打回原型 隔天繼續殺 封關收得很難看 開紅盤繼續殺 有沒有 昨天反彈今天又開始殺了 所以說要告訴各位 趨勢沒有改變 那你說老師 這到底什麼跟我說 我再強調一遍 不講 不公開的目的是 不希望成為縱使之地 我知道政府在戶盤 我知道 有人盯著我們在看 可是我要再強調一遍 我們還是要順勢操作 才有機會賺大波段 那為什麼我要空 待會還有很多 可以放空的標的 我會跟各位一一介紹 那現在我們要放空 是因為我們前面的空單 陸陸續續都有回補的動作 然後也利用這一波反彈 所以說我要強調一遍 我們真的很感恩 我們真的很感恩 再講一次 國家隊的努力 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說我們很感恩 所以說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 大舉不空 那大舉不空的目的跟原因 簡單都很簡單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避險 順便賺錢 那在避險在賺錢的過程當中 當然一定要先把前面的東西 做獲利回補 包含前面我們講的生氣股 頭部成型 我們帶你BTK最明顯嘛 我們帶你空的懷特大賺回補 我們帶你空的雲層大賺回補 我們帶你空的美綠 頭部形態確立反彈之後 在這裡放空 暴跌後帶你獲利回補 有沒有 獲利回補 有沒有 越下真的賺太多獲利回補 腸尾頭部形態確立 破線反彈 這裡放空 有沒有 這裡放空 暴跌後 我們大賺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回補 帶你1月8號獲利回補 賺很多了嘛 當然要回補嘛 你沒空的賺錢沒回補嘛 那回補的目的是要再空下一檔股票 好 但是康有 頭部形態確立 所以說我們放空 好 那放空過後 禮拜一跌4塊 禮拜二跌5塊 禮拜三大跌13塊半 禮拜四大跌33塊半 跌停板 禮拜五再跌10塊半 賺得很開心 所以說我們獲利回補一趟 有 賺得很開心 此處獲利回補1月8號 喔 那回補之後 過一個週末 放完架回來 我們再讓你給它空回來 有沒有 因為趨勢沒有改變嘛 那如果趨勢沒有改變 確定它又轉落 趕快空 趕快空 回補完再空回來再跌停板 再度跌停板 大跌31塊半 隔天再跌停 兩天大跌60幾塊 獲利回補 有沒有 我們分兩天回補啦 整個波段它大跌了108塊 對不對 這樣就算了嗎 獲利的最高境界 空完上面那一檔 獲利下車把錢放口袋 再空下一檔 1月12號我請你把康勢回補 那一天 同一天 1月12號 提防台股再殺 4529常委 弱勢反彈 結束了 它有反彈喔 前面帶你回補掉 為什麼要回補 因為我們的放空的目的是要賺錢 賺到錢我們該跑 我們會帶你跑 跑了之後它結果又彈起來 是不是最好的機會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帶你再把它放空回來 你會說 老師 你落這麼多啊 它都已經跌這麼慘了 還會再跌嗎 還有可能再跌嗎 你說它會不會再跌 好 我們再看一次喔 它前面是不是大跌 前面我們帶你空長尾是不是大跌 然後帶你獲利回補 那跌這麼多還會再跌嗎 你說它會不會再跌 看下去就知道會不會再跌了 如果不會跌 我為什麼要叫空 我為什麼要叫你放空 1月12號禮拜二 我們不是帶你把 康有回補掉嗎 我們再把長尾空回來 是不是再殺 早盤要有高點喔 拉高你不要高興太早 前兩年反彈 彈完之後 你要知道它已經結束囉 空殺 再殺 繼續殺 乾脆直接跌停板算了 1月14號禮拜四跌停板 就是這麼簡單 放空一樣能夠賺到錢 有沒有 不是只有做多而已 所以說要強調一遍 不會有每天掌停板 我不是每天在那邊炫耀績笑 拿掌停板來跟各位講說 現在行情很好 睜著眼睛說瞎話 每一個人都會 可是為什麼明書老師被這樣做 我不用做生意嗎 還是要強調一遍 我很尊重趨勢 趨勢怎麼走 我們就怎麼做 我把我看到的告訴各位 你認同也好 不認同也罷 我已經盡到我應盡的責任 每一次的高點 請問我有沒有叫你賣 你心知肚明 你有看我節目就知道 我在這兩天叫你賣股票 我有沒有叫你賣 我有沒有叫你賣 老師你賣掉還在漲 有沒有 你笑沒有關係 你賣掉你會感謝我 崩盤 同樣的道理 我在這裡叫你賣 我這裡一樣會叫你賣 甚至我會叫你積極去不封 放空的動作 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1月14號 常委再度跌停板 1月15號禮拜五 常委又殺到快跌停板 有沒有 我請你先補一半 節目上公開預告 好 我再講第二遍 我不是西康頭 我只是操作很靈活 我們的目的是要當你避險 順便賺大錢 所以說我放空的股票 我一定會回補 我一定會回補 有沒有 然後咧 這是選前 選後1月18號禮拜一 大家剛才還記得 我選前選後是大量回補 選後 常委繼續創新第一 全速獲力回補 很清楚啦 避險單已經賺到快翻掉了 冰斗 全速獲力回補 有沒有 那你說為什麼要放空 很簡單嘛 股價在跌嘛 你總不能股價在跌 我每天叫你做多 最低一點 這最低一點 這也是最低一點 可以做多 然後跌到這裡又最低一點 破底再做多 創新低再做多 再創新低又做多 還沒死得很難看 所以我要強調一遍 你要順勢操作 才會賺大錢 你會發現 連放空都會有大波段行情 可是現在 難道你還要去追空這種股票嗎 除非它要反彈 所以說我們會找新的股票 帶你去放空 像這種股票 這個到現在還是 這是過年前 放假前 我覺得現在還可以空 現在還有高點 因為這兩天反彈嘛 所以說這個可以放空 這是不空的好機會 把握一下 把握一下 那這個頭部心態也確立了 有沒有 這一段的修正 三尊頭肩體 你說為什麼會跌 為什麼會跌 那這一段我們錯過了 那你說為什麼錯過 因為我們前面空很多股票 一路這樣崩下來 那我沒辦法掌握每一檔股票 所以說我們錯過這一 破作的這一段沒有關係 它剛好過年前後 要彈起來了 那這是不是第二次機會 這是不是好機會 當然是很好的機會 避險放空的最好的機會出現 請你跟上腳步 這兩天我就要空這檔股票 除此之外 還有這些檔股票 也不要錯過 也不要錯過 頭部都確立了 步空避險的好機會出現了 就這兩天 你可以趁這個機會 跟著我們空這檔股票 未來會有大波段的利潤 一樣 只要你願意把手伸出來 不要排斥 每天都有賺錢的機會 好好把握一下 用最快的速度幫你翻身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好 精準提供第一手的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隨機市場最強的主流股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海出熱線02-8101-0600 02-8101-0600 坑達頭部網站 每日提供即時專業研究報告 邀您鎖定瀏覽 您投資最佳的選擇 坑達頭部速播02-8101-0600 02-8101-0600 精準提供第一手的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隨機市場最強的主流股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海出熱線02-8101-0600 02-8101-0600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拒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冷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想清楚誰可以幫你賺大錢 我再強調一遍 我們要給各位的 不是每天拿一檔股票 然後去追一檔股票 然後漲停牌來跟各位宣耀 我們不會有每天的漲停板 我們的操作是看盤面 如果現在趨勢是長線的多頭 我隨時會帶你做多 可是如果是空頭 它的反彈 我不會帶你去做多 我要強調一遍 我們要給各位的是百分之百的實戰 我們給各位三大保證 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看到買到賺大 每一個人都要看到買到賺大 我們要追求的是長期穩健的獲利 所以說你看我們的節目 你看我們的操作 沒有什麼叫做空包蛋這種東西 所有的操作都是會員的操作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放空 很簡單嗎 去年底央行降息棒 沒有事不會輕易降息 10月4號收工了 10月4號獲利下車 10月4號每一個人都叫你做多 所以說我叫你賣股票 你一定吐我口水 所以我要告訴你先收回銀彈 滿手銀彈就不會手軟 那為什麼不會手軟 因為會崩盤當然不會手軟 10月4號在哪裡 在這裡 你就知道多慘 好 那你有賣嗎 包含前面兩次 兩次的糕點 我都有告訴各位 那我也不多說 你有看節目就知道 我想問各位 你沒有賺嗎 放空你沒有賺嗎 你放空這個你沒有賺嗎 我大波段 放空這個沒有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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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賺這麼多 那我現在要告訴各位 請你跟我控制我股票 請你跟我控制我股票 前面這一段錯過了 它又來了 是不是好機會 這也是好機會 好好把握一下 只要你願意把手撐出來 每天都是賺錢日 只要你願意 把電話撥通 跟上腳步 注意超順利 明天見 同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經準提供第一手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鎖定市場最強的主流股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派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坑達投資網站 每日提供即時專業研究報告 邀您鎖定瀏覽 您投資最佳的選擇 坑達投資速播02-810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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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準提供第一手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鎖定市場最強的主流股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派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02-8101-0600 最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之 五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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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越遠 就越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你還記得你小時候 曾經夢想要拯救世界嗎 想改變自己嗎 那就炒獎世界出發吧 各位介紹好浪電視